今天路过村头古井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一条七彩鲤鱼 于是从家里面拿了一个超网过来 准备把它抓起来 等我来的时候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不甘心的我只好在井里晃 没有想到居然抓到了一只王八 正当我激动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条小鲤鱼 先把这条鱼抓住 那条七彩鲤鱼肯定还在井里 我们想办法把它抓出来 在回去的路上发现有一个西瓜 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西瓜来做一个抓鱼神器 这个西瓜又大又长 还挺重 至少有个两百斤 差点把我给压垮了 听王大也说这条七彩鲤鱼很多人都见过 就是没有人抓住 只要得到了它就能实现三个愿望 现在我们把西瓜花开 正好里面的果实可以解渴 这是什么西瓜啊 果实居然是白色的 这个西瓜好像还没熟 一点都不甜 现在我们把西瓜的身体掏空 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 等明年中熟了再吃 现在身体已经掏空了 然后我们插上竹签 把口封住 避免七彩鲤鱼逃跑掉了 现在把多余的竹签用钳子剪掉 避免把手划伤了 这是我以前在工地上学设计的时候 我的工头交给我的 我现在用它来实现愿望 然后我们在西瓜的侧面 开上几个禁鱼口 等会儿七彩鲤鱼就从这个口跑进去 一共开了六个 这个禁鱼口 进口大出口小 我们现在插上竹签 七彩鲤鱼油进去了才不会跑掉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竹签都剪掉 表哥我最近手头紧 我要是帮你把鱼抓到了 你能帮一下我吗 你要是能帮我把鱼抓到 要多少我都帮你 玩快手这么赚钱吗表哥 肯定啊 而且现在快手又上线了一个新活动 绝对是真实有效的 就是你每邀请一个朋友玩快手 平台直接给你现金 邀请的越多 赚的越多 活动给的钱经常不一样 这样就算你没有上班也有零花钱用 这是真的吗表哥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邀请啊 我现在把链接给你放在左下角 你点击左下角的链接就能参加活动了 我把家里的人的手机都下载了 这是我昨天赚到的 花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西瓜捕鱼神器制作好了 现在我们放点食物诱饵进去 把西瓜提到村头鼓紧这里 把西瓜慢慢放到水里 再把绳子绑到这个木头上面 明天我们来看看收获 希望可以抓到七彩鲤鱼 实现我三个愿望